教育部下一步将出台一些强制性措施 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实施 在全国各地有关部门制定了详细的助学措施 并逐步落实确保家境贫困的高校新生顺利入学 首都师范大学表示 他们与北京市的银行联手现场办公 在迎接新生入学时为新生办理助学贷款 在北京理工大学 对于需要办理助学贷款的新生 采用发放爱心卡的方式 来保障贫困生能够顺利入学 这些爱心卡包括饭卡 电话卡 住宿卡 照相卡等六种 上海市教委日前发出通知 要求各高校必须从当年所收取学费中 足额提取10%的经费 专款专用 对贫困家庭学生进行资助 山东各高校提出 对家庭贫困的大学新生将一律优先办理入学手续 在湖北 每位贫困学生贷款额最高可达到6000元 学校开学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学生开学家长陪同成了校园的一大景观 有的家长甚至还请个终点工 去给孩子打扫寝室 记者在上海火车站看到不少 这样拿着大包小包 由父母陪同来大学报到的新生 不光是有的新生入学要由家长陪同 在杭州一些开学返校的大学生回学校的时候还会带个终点工 因为经过两个月的暑假寝室要来个大扫除了 为此高校周围的一些家政公司的生意还火了一把 特别是这段时间马上就要开学了 那么就是说父母给那个学生来请终点 那么还有那学生 那么就说自己来请终点 都有 像现在孩子都是八十年的 都是父母系终小宝贝 平常话总要接到几十个电话吧 现在小孩条件 家庭条件都很好了嘛 这个也可能就是挺的话 我们也不干涉的 不鼓励啊 一般是希望他们自己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 前不久深圳市一辆幼儿园巷巴车 发生恶性交通事故 造成了19名路人死亡 现在各地学校已经陆续开学了 校车的安全问题 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 这两天记者来到广州的一些民办学校 看看那里校车的情况如何 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 校车的总体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了一些 挂有外地牌照的校车 虽然这些车不算太旧 但是按照规定 外地车辆是不可以接送学生的 记者随后来到另一所学校 一进校门就被眼前的校车吓了一跳 这里的六七辆校车中 只有两辆是本地车牌 有的甚至连牌都没有 而且这些校车的外观都极其残疚 车灯已经碎了 门窗车座和司机的控制台都残缺不全 这张已经烂了靠背的座椅 更是在用胶布贴过之后继续使用 用这么破旧不堪的校车 接送孩子们上下学 这学校是省了买新车的钱了 可孩子们以及路人的人身安全 谁来保障呢 希望八日从布达拉宫转移到这里办公 到葬立的九十月之交 再返回布达拉宫 所以又有下工之称 不过现在拉萨市民 则成了罗布林卡的主人 每逢节假日 他们或全家一起 或约上三五好友 在罗布林卡的草地上 搭上一顶帐篷 一边喝着酥油茶 一边打不客 下棋 唱歌 欢快的歌声 常常让来往的游客们 也受到了感染 这不 当我们一走进罗布林卡 立刻就被这个大帐篷里的一家人吸引了 这个小伙子告诉我们 他叫米卡 因为昨天收到内地一所著名大学录取通知书 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所以今天他已到这里庆祝来了 非常高兴 到这来的话 大家都可以放松一下 平时我们既既全部都上班 就工作挺忙的 周末回出来 大家都很放松 米卡正和我们说着话 他的大叔主动走了过来 要求在我们的镜头面前说上几句 我今天非常高兴 不仅是我的侄子考上了大学 更因为我们自治区马上就要迎来四十大庆祝 这四十年 我们西藏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拿着罗布林卡来说 以前我们老百姓是很难进来这里的 现在只要花上三块钱门票 什么时候想来就能来 特别方便 自从五几年以后 这个罗布林卡就是对广大观众开放 罗布林卡是一个生态比较好的 环境比较优雅的 也是拿撒最美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广大群东的最喜爱的一个地方 离开大群我们现在到达了当雄 当雄在藏语当中的意思是选出来的好地方 在这样一个选出来的好地方 这样一个好季节 我们赶上了当地悠久历史的赛马节 公元十七世纪蒙古骑兵每逢葬立的七月十号 都会在当雄草原进行骑兵检阅仪式 其中作为重要活动之一的赛马活动就被保留了下来 现在一年一度的赛马节已经成为当雄各族群众的狂欢节日 多年参加赛马节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这几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百姓的富民商品意识明显提高 所以现在人们来到赛马节 已经不仅仅是参加娱乐活动 很多人还积极参与市场做一些小买卖 在一年一度的当雄 赛马节已经被赋予更多新的含义 很多远道而来的员在附近搭起帐篷 组成临时的家 在这里品尝着牧区的特产 酸奶 手抓羊肉 体会着牧区生活的独有风味 现在身着盛装的当地群众就和观众们一起 跳起了热情的郭庄武 近日中俄两国科学家经过努力 首次实现了在贝加尔湖 提取湖底沉积物科考活动 一起解开这个 记录了欧亚大陆2500万年以来的 古气候古环境的变迁 由于贝加尔湖湖盆西岸 多为坚硬的岩石 而且坡度较陡 两国科学家在几经考察之后 选择了湖东岸坡度较缓的地方打算 经过几天连续不断的测试 科学家们终于确定了 提取贝加尔湖底沉积物的合适位置 现在他们正在采集样品 这次采集湖底沉积物 用的重力延金钻机 重达40斤 是科学家专程从国内带来的 由于船太小 无法固定 钻机两次大便都没有打上沉积物 最后科学家只好把小船 拴在了附近一艘捕鱼的大船上 几经周折 中国科学家在贝加尔湖 提取的第一批湖底沉积物 终于浮出水面 你看这个成绩物吧 它上部是黄色的 下部是黑色的 这个黄色的肯定就是说 最近的河流带入 输入的一些泥山 2005年2月8日 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 这是一个持久迎新的日子 2月8日年三十的那天 发现了 有那么一个星际可以的 也许他什么还有一个人 反正就是突然回到我们福建 他叫福安 发疑他可能是 或者柳照花里面的 主要的这个通过 就是有两个人 那么从广东 普林方向 回到了福安 那是不是刘照花这个很难断定的 那具体他的落脚在 落脚在我们 哪一个具体的位置 在2月8号的时候 我们还没办法确定 去了十几个人 就是赶往福安 就是那么一定要用心理性记者 到时候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发生个地形图 基本上确定了 那个嫌疑人居住的地方 福安是这位 27号 随着我们侦察工作深入 发现来的这两个人很反常 一般外流流动人口 外出流动人口 他到了一个地方 住下来以后 或者要走进房友 或者要去找工作 他每天应该要出门 而这两个人来了以后 是归缩在房里 不出门呢 3月4号 我们又放心了一个情况 我就觉得这个情况 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关键 就是说这里面的 极大可能就是流着跑 经过综合科学的分析判断 福建省国安厅进夺水队决定 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准备定在3月5号的凌晨 代号叫竹木 要准备抓的这个 我们认定是牛招法的 这个嫌疑人呢 是凌晨1点半左右休息 所以一定要退职 等他睡得很香 所以我们显定了4点半种风声 尤其这个人是我们的主要位相 每个都看一看 第一号戴眼镜那个 第一号 这个是重点啊 这样的10点半的生活 你宣定一下 出发 这样很快我们的参战民警和武警官兵 占领了刘昭和朱祖的这栋房子的 左右两边 我是突击组的 三个突击组 每一个突击组占领一层楼 因为不清楚他在哪一层楼啊 我们抓住领导 因为我们原来看外围宽插的看插的时候 没办法看到里面几道手 没想到里面还有一笔道手 我们专注领导就决定 不行 要强行破门 当门一破这声音很响啊 然后蹦的这些 然后全部人 全部民警 全部都往那冲进去 然后就紧接着 马上就短暂的时间就紧接着就听到 就是他 灯打开 灯打开 你们在这边 灯打开 灯打开 看一看 看一看 来来 去 看一看 这个 OK 这个 OK 这个 知道 知道 你们要做好玩 知道 找你 找你 就是这个 靠起来 靠起来 来 靠起来 起来 靠起来 我们的侦察员和武警官密室 最早把他们的 我们紧接而来吧 所以搬起头来 再问 是不是的时候 非常激动 就是他 就是他 这里被决定 刘昭华 这个再逃了救门的大毒孝 终于在2005年3月5日 他40岁生日的这一天 落入了法网 那世界证明 如果我们挽动手 他刘昭华就又跑掉了 刘昭华他被抓获 我审讯中他就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们再晚两天 我就到菲律宾去了 因为他正在 通过他的重要关系上 在策划 从取到广东 偷渡菲律宾 外边有很多他的所谓朋友 邀请他出去 去继续自读 我自己有个预感 可能抓到他 可能会叫我审讯他 你作为 有四个小孩的事情 你想 你不想说点什么 没什么 我说儿子 自己我要生活 你说这算什么父亲 你一个 无情无义的人 他说这就是我的为人 我说你是非常残酷 他承认 他说是 我是非常残酷 你说过去曾经是我们 电防的干部 后来也曾经是法院的法警 应该懂法理 应该懂得人的基本道德 但是因为贪财 为了权 就可以去制造冰毒来 毒害社会 这个就是我的技术 你什么技术 你这个为什么 这个不要行 这个随着我们生命的技术 这种东西就是 营养不要流伤 因为这个有可能 是泄露出气 因为这种方法 是国内外很多人 有冰毒的 所弄成的小孩 有些我在这里不好说的 他比如他在生产制造冰毒过程中 有些工艺的问题 这工艺的问题 如何制造如何生产 如何结晶这些方面的问题 他是做得很令人诧异的 我们是没有接触过的 总的呢 刘昭华走到今天 使他贪财 狠毒 高智商 无情无义 综合最后 得到了这么的结果 从1996年开始 警方对刘昭华的抓捕 整整持续了9年 而公开通缉后 仅仅100天 刘昭华就落入了法网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目前此案仍在继续审理当中 全线通车 让青藏人民满意 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放心 随后中央代表团考察了 西藏自治区藏药厂